各位鱼友花一万多块钱买一条鱼 你们觉得值吗 看到没有 鱼缸里面这条鱼 它就价值过万了 这就是巴卡雷龙 是产自印度的一种观赏鱼 因为在我们国内毕竟价格这么贵 就说人家是观赏鱼吧 在印度野生的已经尽之捕捞了 这种鱼跟我们中国的黑鱼 其实属于是一个大家族的 只不过人家长得好看 而且在野外的环境下 好像能长到七八十公分 可以看得出来肉很多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鱼的时候 当时就想这鱼身上肉这么多 但是打听我价格以后才知道 价值过万 如果说换成我们中国的黑鱼 这万八块钱能买多少黑鱼 五百斤够不够 这就是所谓的同鱼不同命 都是一个大家族的叫做舌头鱼 但是人家长得好看 没办法就这么值钱 对了巴卡雷龙属于肉食鱼类 好像我们国内的黑鱼 它也是肉食的鱼类 对不对 要论这个凶猛性 黑鱼绝对干得过巴卡 但是没有人敢这样做实验 太浪费钱了 如果说你也喜欢养这种比较凶猛的观赏鱼 私房钱又不够多的 可以选择这个眼睛蛇雷龙 还有就是我们国内的一种雷龙 叫做红月雷龙 在广州那边都是用来煲汤吃的 很便宜 但是发色以后身体是红色的 体表还有很多那种亮点 到菜市场 十几块钱就弄一条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